来看到今天的巴西市组赛战况 确定晋级的奈吉利亚对上了阿根廷 双方你来我往 结果阿根廷以3比2抢下了小组第一 波赫则是以3比1击败伊朗 抢下世界杯会内赛的首场胜利 而一组的最后竞技门票是由3比0击败洪都拉斯的瑞士抢下 替和法国的厄瓜多则是淘汰出局 刚过27岁生日的梅西气势阵望 开赛三分钟率先破网 但是奈吉利亚前锋穆萨立刻板平 上半场中了前梅西操刀的自由球直接进网 这是梅西在本届的第四颗进球 阿根廷2比1领先 下半场47分钟 穆萨也来一个没开恶度 再板成2比2平手 三分钟后阿根廷的罗霍踢进超前分 帮助阿根廷以3比2拿下小组第一 而确定出局的波赫与伊朗之战 伊朗终于踢进本届的第一颗球 却挡不住波赫的猛攻 波赫以3比1击败伊朗 拿下参加世界杯会内赛的第一胜 一组的第二张晋级门票 直到第三轮赛事比完才底定 而瓜多以0比0踢合法国总积分4分 而瑞士的萨奇利上演帽子戏法 3比0击败宏都拉斯 以6分积分拿下晋级门票 瑞士在16强将对上三战全胜的阿根廷 法国则对上奈及利亚 新台电视综合报道